還有在場所有的家屬 那今天在台上有我們的區長 鄧宇財的區長 我們龍潭的議員張兆良 張議員 徐一樹 徐議員 還有連中堅議員李蘇林昭賢 還有段歷他委員的李蘇李建宏 當然還有我們所有的議長 所有的貴賓 大家好 台大後 龍潭真的是一個好的地方 龍潭是我們全台灣 退休生活 我們選擇龍潭 這裡的步調比較慢 這裡很適合過一個養生的生活 在這裡表揚 這個長新開通特別有意義 這裡有美好的特裝 也有茶香 也有龍潭的村府城市的生活 那今天有二十幾位 受表揚的我們的這些 航工阿嬤 那麼我想 這個 在這一代的長輩 都走過了貧窮 走過了戰爭 走過了對家庭 辛苦扶持的年代 那我想家人 看到我們每個長輩 能夠健康 快樂 能夠自在 我想這是最高興的事 那 退休生活 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 那我們希望 退休的時候 是能夠 頭腦動一動 這個 手腳動一動 讓親友多種動 能夠讓這個退休生活 人家說 這個在地老化 能夠活在 自己的社區 自己的心人裡面 我相信這個是最溫暖的 那待會兒看到 有很多 我們現在新的政策 我們的長期照顧 我希望有些 這個部分 大概不到百分之十 有失能 或者是自治癱瘓 這一類的 那需要居家的努力 但是百分之九十 老人 我相信 都是健康的 那就算有一點 老人病 或者是慢性病 只要透過適當的服藥 那我們也可以 照顧得很好 這個有兩成左右 大概這個 疾病相處 那但是我們的 未來的這個 醫療照顧 跟我們的長道政策 希望所有的長輩 活在這個社區裡面 我們現在有 包括像這個 醫療小管家 那可以讓基層診所 跟社區的藥局 提供一些資訊 那也有關懷據點 推動叫做 疫區藥師的政策 那可以讓我們大家 諮詢 用藥和安全 那也有 未來我們的這些 這個長照服務的 居家服務員 等等 可以到家裡服務 那我想這都是 希望我們 將來老人照顧 我們做得更好 那當然我自己 也很注重老人福利 那麼 桃園 三點進行行 最多 一節七千五百塊 重量再發兩千塊 一年大概是九千五的今天 那我們的 金牌卡 也有八百塊的品數 可以搭乘公升 然後我們還有 老人裝置 假牙的補助 健保費的補助 那我想 桃園的老人福利 真的是比較完成 那我希望將來 這個社區往外去一點 可以慢慢提升 為這個吸氣 下空招呼站 然後能夠 有一些設備 不管是做潛力的復健 讓我們能夠多走動 還是可以自己的 做到的方向 那不過 就算我們有到 後來去年 到社區裡面 遇到 打太極權也很好 外帶窩也很好 那希望我們所有的長輩 今天在重量表揚的時刻 可以注重養生 注重健康 那也希望我們所有的家人 那麼我想 不只是充滿的感謝 對老人 照顧要細智 要貼心 那今天每個表揚 那都是我們里長 譬如說 花了很多精神 花了很多精神 那個 能夠 能夠 這個 選出來的 一個里長選一個 這個是不容易的 那我也請 Service 現在正在規劃 等以後的 清婚跟鑽石蚊 以後我們希望 如果清婚跟鑽石蚊 也鬆一點的券 這個 清婚是50年 他鑽石蚊是60年 這個很不容易 今年有幾個 區有示範 看 如果全市門的示範 我們全市都來辦 清婚加鑽石蚊 應該送你選 這樣大家說對不對 好 那 農壇跟清婦 希望大家 其實我要特別謝謝 農壇的議員 那今天這個溫馨的慘 我就 不再說一些 比方先生 希望我們真的 打造農壇 成為一個 慢活 樂活 充滿Lady的一個 這個城市 退休 選擇這裡最好 這裡可以讓我們 這個快快樂 那我知道 今天我們做了農壇夜市 每天都塞車 夜市真的很多 拍得很好 那這次好吃 代表我們大家 夜間有地方去 那我們會把那個交通 在京都把它管理好 好 謝謝大家 走完結快樂 謝謝 謝謝